好 我是超远 超远这场比赛为大家带来拳王酒吧世界杯澳门战的一场精彩对局 由澳门第二高手 澳门亚军弗瑞对战咱们的导师小孩 好了咱们看一下两位正在调试机器 这是一场抢二的对局 这场比赛来说的话 着重介绍一下弗瑞 弗瑞这位选手实力是非常强劲 在澳门本土也是连续得过三次亚军 可谓是千年老二 我们看一下澳门亚军对战世界冠军会大家呈现怎样的比赛 刚上了以后两个人神乐冲头小孩那边直接选择三阻力啊 看来是一波赶时间打法 底半打一手助手打的乱动啊 打的弗瑞现在在角落里面动不了 直接一波三连直接打云直接带个生活票了 哇小孩抠了抠手指 弗瑞这边明显是脑门见汗啊 大家可以看到灯光的照耀之下啊 澳门亚军脑门正亮 咱们看一下 打一手下c 连续虚晃再打底面前消控直接打你乱动 哇这个小孩很赶时间吗啊 据说这场比赛之前啊 有澳门当地的这个啊 拳影啊 包括这小孩的粉丝 可能是打完这场比赛要约小孩去喝酒 所以小孩那边直接选择了神乐冲头 当小孩神乐冲头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会预判到往下要发生的故事 咱们看一下连续的虚晃 直接独假再跟一手臂傻屋啊 不过这个福瑞不知道一会喝酒去不去啊 如果说肥孩这种打法的话 容易让福瑞直接上头啊 没等喝的直接就躲了 咱们看一下直接打下去 哇哦 前后拿下位置 这边福瑞大门有点上不去啊 整个的角落都动不了 直接被干掉啊 哇哦 极速穿伞啊 极速穿伞 澳门三届亚军福瑞面对四届冠军导师小孩 摆出了一个生无可恋的表情 当然了 这种表情也不能怪福瑞啊 这时候如果要打成这样的话 估计任何一位拳手啊 这表情也不会比较好看很多 咱们看一下 这边直接来到了第二局啊 直接来到了第二局 福瑞这边这些孩子选择了 神乐冲头啊 对刚小孩的神乐二发 罗伯伽西亚 三发大门收敌 小孩那边不着急 先玩玩手机 发一个短信啊 别催我了 别催了啊 我这边啊 已经加快速度了啊 这个不是跟大家开玩笑啊 据说他这个短信内容当时啊 我的朋友有在现场就看见了啊 就是这样啊 不要催了啊 我现在正在打比赛啊 我已经加快了速度 好啦 咱们看一下 这边直接来到了神乐对拼啊 看看能不能复制上一把的这个结局 好 两个人 哇 果然的上一把的剧本是一样 跳cd 之下来抓c头 福瑞这边好像 大家可以看到啊 被小孩打中以后 在角落啊 再中断 几乎手啊 没出几招 直接就被啊带走啊 而且啊 从这个视频的这个状态来看啊 小孩连屏幕好像都没怎么看 咱们看一下 好 终于第一点 拉一下survey 直接打算c啊 打这场比赛之前啊 澳门这个亚军福瑞啊 据说啊 自己非常有自信在抢二暴冷击败小孩 而且说对小孩还不是很熟悉 听说的很厉害 到底有多厉害 自己也不了解啊 这 通过这次比赛估计应该是彻底了解了 咱们看一下 好 下一再点爱 自己终于的住持 哇 谁还这个下手好喊呢 一个人也不准备给啊 哇 福瑞露出了一个尴尬的笑容 而且摇了摇头 这是个什么游戏啊 这是个什么故事 咱们看一下啊 这都什么家庭 这都是什么打法啊 哇 这边又是一本四连 看的好过瘾 哈哈 小孩那边那个神乐 这才是真正的推土器 咱们看一下啊 前后拉下位置 直接中军的一本住持 直接带走 没什么可说的220 好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恭喜导师小孩 曾卓君 拜拜